第359章 天魔狼人煞 红花婆婆那只干枯的手 陷入了张贵的血肉里面 越陷越深 但就看不到有血流出来 在其他人眼里 张贵的皮肤变得像死一样金白 血管的纹路慢慢显现出来 接着张贵的身体就开始慢慢萎缩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原本作为生殴殴的张贵 就变成了一条黑色的干尸 而那个好像就来死 老过棵树的红花婆婆 就慢慢有血色 腰也直了 但仓老只是稍有缓解 屋里面所有人见到这种情况 大气都不敢吐多下 红花婆婆随手把手里面的黑丝一扔 那条黑丝就化成了一堆黑色的粉末 负责帮几个人开车的年轻人 见惯不怪 双手递上一条湿根 红花婆婆接过湿根 抹抹手 把湿根扔回到年轻人 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跟着他走到一张椅前面 坐下了 我们应该是被那个 痴善老阴导 在场的所有人 刚刚经历完精神打击 又经历惊吓 哪里敢出声 红花婆婆见没有人说话 就继续说 通过我们两次跟个痴善老交手 可以断定一样东西 他绝对不是痴善的 应该就是一个 隐藏在精神病人身份底下的 绝世高手 这个时刻 没有人敢出声 当然 谁都不想一个不过意说错话 随时变成一堆黑色的粉末 红花婆婆 这个时候在众人的眼里 就是一个毒妇 红花婆婆眼神 一一地数过众人 就开始问 你们 有没有见过这么诡异的手法 既然和毒妇对视 所有人都只能够做出回应 零了头地表示没有见过 红花婆婆再次开声 无论震魂师所谓的正道述法 还是我们天性教的独家秘术 修炼述法 都以某种媒介作为前提 再加以利用述法 才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座几位 老生说得对不对 一个老叉丝就进入头 整个老叉丝就跟着进入头 红花婆婆看着众人 吓得胆都没什么坏样 当头发烂炸了 你们一个二个 说起来都是四家的实力 为什么那些胆会这么小的 吓得连说话都不敢说呢 整帮老叉丝就看下我 我看下你 使者说得对 其中一个人 吓得的头在说 跟着其他人一起附和 使者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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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红花婆婆婆心想 这群死老叉丝 一只废过一只 如果天魔教 个个都像他们那样 晨了就玩完了 红花婆婆看到那群老叉丝 吓得胆汁都飞出来了 要他们用脑想东西 倒不如用脚趾工的想东西 好过了 所以干脆直言说 老参丝也免得说这么多了 任何述法都不离其中 上一次所用的手法 老参也不再多说 今晚 我们所中的述法 正是圣教所创的鬼术 在座几位都知道 鬼术乃圣教秘术 收集之人 必先经过圣教洗礼才可修行 现在 无论老参丝不怀疑 我们当中 有半套 呼 鬼术 怀疑离怀疑去 终于怀疑到自己人身上了 那群老叉丝 这个时候才有反应 纷纷在这儿对望对方 露出怀疑的目光 整群老鬼 紧传了他们的 叮嘴信任都荡然无存 现场就即时玩起狼人杀 整群老人坐在一起 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 你怀疑我 我怀疑你 你怀疑我 怀疑你 我又怀疑你 怀疑我 连张椅子都不自觉 远离对方半分 除了自己 而个个都觉得 其他人就是臥底 在未找到臥底之前 没有人够敢再睡觉 玩手一觉睡下去 就此场面 所以说 有脑是应份的 但不要转数太快 太快 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来的 第六十章 删除记忆 在青山精神病院里面的陈畅 时间已经超过了药效 但是因为日头的时候 神经过于紧张 这个时候 还有分到死猪 在睡房的窗口外面 一个好像手掌那样 上一大的面子 就贴在玻璃那里 面子旁边 是一个巨大的斧头 有一只发继麻的烏鹰 在虎人周围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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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嘴 咬都没咬 就退下肚子 接着 有一只手 拍在虎人的大头那里 大猫啊 陈畅病了 你不要吵他 千年虎人 就乖乖地 縮起脖子 露出很委屈的神情 小鬼的手 就薄在窗口那里 月光下面 她的眼睛闪光那样 接着看着大猫说 大猫啊 你知不知道 病了很辛苦 会死的 大猫 你说陈畅 会不会死呀 千年虎人 就猛虎着头 表示自己不知道 我就希望陈畅会死了 死了 他就可以和我们一样 陈畅 我 还有你 我们三个 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刚刚说完 小鬼又是另一猫头 不行不行不行 陈畅不可以死 陳卓死了,他就看不到太陽 他做鬼一定都不乖 不乖的鬼就要捱打 打死鬼,那麼陳卓就不在 陳卓不可以死 他做人被人打死了,都還可以做鬼 即是有兩條命 不過千年苦雲,就盯著看著小鬼 根本不明白面前這個女孩在說什麼 陳卓一定會好回來,是不是? 還會跟我玩的,是不是? 今次千年苦雲,你聽得明白 重重地抹頭 這一虎一鬼,是最先和陳卓相識的 所以對陳卓的感情也是最深 不過淡抬名譽,就不准他們入睡房 於是他們守在陳卓的窗口外面 從月亮的移動軌跡上來看 他們應該守在這裡很久很久 直到清晨的陽氣,將他們逼腿 睡了一夜一夜的陳卓 在清晨的第一樓陽光 投射在大地的那一刻醒醒 本系統未尋獲精神病應激反應特效治療方案 強制刪除宿主陳卓 昨日一日記憶 反正這傢伙多過一日,少過一日 都察覺不到 陳卓睡在床上 然後拔開眼睛,用手握一握 雙手舉個頭頂 身一扭,兩腳一蹬 抹開口,開出清晨的第一口氣 接著就伸了個懶腰 愚犯的一日又開始了 他在床上坐在身上,扯行頸裡喊 等一等,本卓寶儀肚餓 客廳裡面 擔抬明月幾乎以秒速地衝進睡房 這次他沒有用的閃現 接著那個就是黃鼠狼 柳玲 最後就是山山來遲的馮寶 陳卓在裡面死下死下 惡膏的頭 死下死下 張開口 死下死下 吊著眼睛 本卓寶儀好餓 本卓寶儀要吃紅燒肉 淡台明月倒下唐眉 稍受黃鼠狼 黃鼠狼走走唐眉 望望柳玲 唉,算了 這個死白癡 再望望馮寶 倒是算了 這裡有半個白癡 黃鼠狼眼珠一轉說 卓寶儀呀 我是誰呀 你不是小貓 黃鼠狼跟著用一隻爪仔 指一指淡台明月 這麼慨呢 你認得慨是誰呀 陳卓寶儀 死下死下 一伸的食指出來 指著淡台明月 指著淡台明月 等二弟 指指柳玲又說 死白癡 再指指馮寶儀 馮寶儀 黃鼠狼看著淡台明月 嘔嘔嘔嘔 好荒曬啦 不過柳玲 在這個時候 就不合時宜地 打側頭 紅在陳卓的耳邊說 陳卓呀 你記不記得 昨天 那個晚字都未出口 淡台明月一拼手 柳玲就馬上 腥味都沒有了 原本柳玲的位置 就空了出來 陳卓 別看其他三個人 就問 他做什麼 黃鼠狼 必出笑面地說 不要理他 那個臭羹 飛了出去 自己休息一下 噢 這個時候陳卓的肚 已經餓到鼓鼓聲叫了 喜喪氣發作 發煞爪爪 扔提扔走 快點呀 本卓寶儀快餓死啦 本卓寶儀快餓死啦 本卓寶儀要吃紅燒肉啊 淡台明月看到這樣 就確定陳卓沒事了 淡淡定定地開口說 我去找人幫你熱飯啦 快點呀快點呀 淡台明月跟著 就好像一個人一樣 走回到陳卓的睡房 為什麼要走呢 是因為 鎮文師現在派人過來 教他練車 人間界的規矩 他表面上也要遵守一下 馮寶就看著黃鼠狼說 黃先生 沒事的話 我出去了 行了 你開啦 一會兒 別忘了去員工黃塘幫我拿畫 馮寶走完之後 黃鼠狼就彈了上床 在陳卓面前 左仰仰右仰仰 喂 卓寶儀呀 天氣好冷呀 更日 穿紅衣衣呀 精神很多 他跟著 就在衣櫃裡拿件衣服出來 但是陳卓呢 就凹翻了 黃鼠狼本來想矯正一下他的 但是想想想 算啦 剛剛好回來 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因為天氣好冷 所以連拖鞋都換了 換成了比卡超的棉拖鞋 陳卓踢著拖鞋走出睡房 下意識地想著站在鏡前面照照鏡 但是鏡已經不見了 喂 小貓呀 本卓寶儀的鏡 糟了 躲下夜 問到黃鼠狼全身都震了一陣 鬼鏡 和落了古術的超人迪家 都被鎮文斯的人收走了 現在是邊署找一塊鏡給他 如果老實說的話 陳卓一定會好像上次青銅官那件事 反著人家鎮文斯 拿回東西回來的 玩下手到時又是發作的話 吵起鎮文斯 豈不是糟糕 黃鼠狼這個時候緊張到什麼 喪吞口水 身就在那裏裂裂裂裂 快鏡 快鏡已經 已經爛了啦 咬咬牙 黃鼠狼最後才撕了這幾隻字出來 爛了 咯 誰打爛本卓博而廢驚啊 陳卓在那裏發生爛爪地大叫 那款就好像想打炒那個 打爛他那塊鏡的人 黃鼠狼心想 糟糕了這次 怎麼拆呢